首先來到太平山街 究竟這間是甚麼館呢? 這麼大的保齡球瓶? 難道這裡打保齡球? 跟這個垃圾桶的展品有甚麼關係呢? 整個酒杯的器具 還有大大的壽星功在這裡 難道放在大手? 還有這套餐具, 究竟又做甚麼呢? 不會看得懂, 馬上來開館有益 馬上來開餐具, 我想問你 這麼多動物裡, 你最喜歡哪一隻? 當然是貓, 像我那樣 又乖, 又有氣質 而且還可以捉上那些 又髒又討厭的老鼠 看來你好像歧視老鼠 但我可以告訴你 在香港, 老鼠比貓更聰明 老鼠有多聰明? 不說你不知道 因為香港有一個博物館 是因為老鼠而成立的 老鼠博物館? 不是吧 好, 老鼠, 你剛才說帶我去看老鼠博物館 但這個明明是醫學博物館 其實香港醫學博物館跟老鼠 真的很有密切的關係 因為想當年1894年 香港就爆發大規模的鼠疫 亦令到接近三千人死亡 亦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嚴重的瘟疫 亦因為這樣 香港政府設立了細菌學檢驗所 去對付瘟疫 亦就是我們香港醫學博物館的前身 細菌檢驗所在1906年成立 後來改為病理檢驗所 服務自1973年直至1990年 政府將建築物列為法定古蹟 而1996年開始 香港醫學博物館就正式成立 並且對外開放 傳統的博物館樓高三層 介紹了香港醫科學術的發展歷史 例如在舊病理檢驗室 保留了二十世紀初期的原貌 講述有關鼠疫的歷史 而底層的展覽室 有各種舊式的醫療器材 譬如麻醉機、舊牙科臨床椅等等 博物館裡還有各種現代疫苗的展覽 在不同的展覽室 還可以了解西醫的發展歷史 以及虎產科知識 博物館不僅每樣展品都這麼有趣 就連它身處這裡 半山的位置都有特別的意義 其實當時的人 為何會把實驗室建立半山呢 或者大家都記得 在1894年 香港爆發了一個很嚴重的疫症 就是鼠疫 當時這個鼠疫持續了三十年 死了二萬多人 當時的重災區就是太平山區 就是目前上環半山這個地方 當時政府就決定撤走所有的居民 拆掉這裡的屋子 以及重新規劃那些區 建立新的街道 在同時也興建了一個細菌殼的化驗所 這座建築物就是香港第一間 為病理學研究和檢驗特別設計的建築物 這間博物館的前身就是細菌殼檢驗所 不知道在建築方面會有什麼特色呢 這是西方愛德華式的建築物 同時也融合了中式的元素在裡面 舉個例子, 是這些紅色的磚牆 我們也看到一些彩色的玻璃 以及一些中式的窗框和櫥窗 在天花板, 我們看到一些石膏的雕塑 來裝飾天花 在大門口, 我們有四條羅馬式的柱 主建築物的頂上有個瓶 不知道還以為可以打保齡 那究竟是什麼呢 是盛載檢驗液體的瓶 是用來告訴別人 這是化驗所, 而不是一般的住宅 由於這座建築物有百年歷史 有很多地方已經破舊了 需要進行修復 像大家看到這些地磚一樣 地磚上已經黏了很多不同的碼碼 首先, 修復人員會把地磚建出來 然後將地下修復好 然後再將地磚逐快黏上去 這樣就能夠保持它的原貌 好, 看見了 建築物左右兩邊的露台 除了可以令空氣流通之外 其實亦配合了香港 亞熱帶地區的特色 因為這個長又闊的露台 除了可以令陽光 不會直接照射入室內之外 亦可以造成一個對流的效果 令室內長期保持涼快 好, 看見了 來到救病理檢驗室 就可以看到這裡的樓底很高 還有一些很大的窗 作用就是為了保持室內的空氣流通 減低研究人員受細菌感染 有預防疫病傳播的作用 Vacy, 這裡就是當年研究暑液的實驗室 而這個展覽館裡面的展品 像藥瓶、一些本身燈 都盡量能夠保持以前的原裝 可以讓大家了解當時的研究情況 而這兩個模型公仔 就是代表首批香港西醫書院畢業的 實驗室華人助手 而這些是當時要來研究的器材 甚至是放置化學藥劑的櫃 都已經有過百年的歷史了 這個展品 別以為它是普通的垃圾桶 究竟它以前是放了什麼的呢 我想問一下, 這個是不是當年的老鼠箱 沒錯, 這個就是當年的老鼠箱 其實在一百年前 周圍的地方都會看到這些老鼠箱 尤其是港九角街道 一些電燈柱上都會掛掉老鼠箱 而裡面也會裝上消毒藥水 方便市民可以將死老鼠放進去 然後讓市政人員處理 防止鼠液傳播出去 大家知道為什麼這條走廊這麼特別 要放一個櫃子嗎? 難道是被當時的醫生擺醫生圖嗎? 虎仔, 你別以為這個 這個長長方方也有一道門的物體 就是一個櫃子 其實它是一個電梯 當時的研究人員 將一些用過的研究工具 運送到下層 讓其他工作人員清洗 就不用走上走下了 他們連這幾步路的時間 都爭取要來做研究 可想而知, 當時的研究是多麼艱難 來到底層的展覽 就可以看到又有趣, 又有歷史價值的展品 就像這張 就是早期的百變手術廠 可以根據不同的用法, 變身和組合 現在這樣就要來生嬰兒了 而這張就是以前要來看牙的牙科椅 旁邊的升盤就是讓病人受口用的地方 為了令市民了解以前牙科手術的知識 博物館還剪出了整套牙科手術器具 好了, 大家猜猜 這個像電鑽一樣, 又是要來做什麼? 讓我告訴你 其實它就是五十年代的時候 牙科專用的後康X光機 這張木造大桌上有一個牛牛的模型 是否覺得很有趣呢? 很有趣, 我相信應該是用來研究中牛豆的 聰明 其實這張木造大桌上 有些綑綁牛脊的繩索 而旁邊亦有一個手教 可以將木板由打直變成橫 方便牛牛躺下 然後做這個種牛豆 我也知道這個舊病理學檢驗所 亦是1946至1972年 香港唯一一間業縣製造中心 這張木造大桌的鐵架 是否有一個手教 難道是要來研究科學怪人嗎? 在我們的旁邊 就有三個不同尺碼的鐵架 其實它們都是由香港的大學教授 發明的脊柱軒矯形器 以前醫學沒那麼發達的時候 一些肺爐病人往往會因為病情惡化 而令骨骼變形 這些矯形器 就是幫助它們改善骨骼變形的情況 而度身病毒 而安裝的方法 就是在病人頭上 開四個輕微扣著頭骨的孔 而下半身扣著它的腰部 支撐尺柱 這樣就能夠做到矯形的方法 防止它們的身體收縮 將博物館活化這個構思 除了保留建築物歷史的一部分 還將一樓這裡改為現代化展攬廳 增加了疫苗知識的互動電腦遊戲 以及預防各種疫症的資料 希望可以學習到最新的醫學資訊 如果你們認為中醫藥來來去都是草藥 又或者中醫經常會用的用具 那就錯了 因為裡面的剪品 很多相信大家都沒看過 沒錯 所以這次我們會在博物館尋寶 因為裡面有很多寶貴 而且有千奇百歲的歷史文物 還有很多難得一見的中草藥 以及有錢也買不到的藥材 開講也有話, 健康是無價之寶 在這裡還可以找到一些服用中藥的 正確知識, 絕對有助健康 還等什麼?我們還不進去尋寶? 走吧 孔憲兆博士抗例, 中醫藥博物館 位於九龍塘鎮會大學裡面的 中醫藥學院大樓 它是香港首個以中醫藥作為主題的博物館 而這個博物館總共分為兩層 上面一層是中藥標本中心 在2003年開幕 而我們身處這一層就是中醫展覽 是2007年啟用 博物館裡面一共有過百結 由戰國時代直至現代的中醫藥展品 形形色色包羅萬有 可以見證著我們中國數千年的 中醫藥學發展過程 Bacy, 一進來這個博物館 就會看到這個明代正統 仿送針灸銅人的複製品 我知道這個銅人很厲害 原來它是明朝的皇帝 下令官員統一針灸的標準 而鑄造而成的 古時候它的作用是用來給學生 練習以及考核學生成績 同仁原品就是中國第一個 針灸經越國家標準 它表面有657個月位 月位深約1.2厘米 而頭頂位置可以打開入水 當要考試的時候 考核人員就會將一層白蠟 塗在同仁的表面 遮掘了同仁表面的月位名 再打開頭頂蓋, 入滿水 譬如考官要考十個月位 就會叫考生用針在同仁身上刺下去 由於水壓的問題 如果月位刺得準確的話 就會有水流出來 如果刺不中就沒有水流出來 那就自自然而不合格了 歷代中醫藥展區這裡 展出了多建議極具歷史價值的文物 而更代至現代中醫藥展區 就展出多種珍貴的手術器具 針灸用具和各種中醫藥書籍等等 遠看這個這麼精緻的木箱 是不是很像行李箱呢? 看清楚一點, 裡面其實有很多工具 你又知道要來做什麼嗎? 獅子同學, 你看剪品多漂亮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那你猜不猜到他們要來做什麼? 我猜是否應該是古時的中醫師 上山採藥的工具? 不… 其實他們就是一些藏醫用的手術工具 針灸拔火鍵我聽得多 手術也會用在中醫方面嗎? 其實古代的中醫 已經開始做外科手術了 而當中最有名的就是華堂 相傳他還是第一個用麻糊散 也就是類似今天的麻醉藥 來做手術的醫生 米體這裡放了一對對像筷子一樣 還有把刀, 以為是一套餐具 其實它跟中醫有密切關係 詩詩同學, 為何把古時中醫師 吃飯的工具拿出來呢? 我知道了, 因為我拍過古裝 他們是否查實就是 用來檢查有沒有毒的銀針? Mr. Wu, 你別告訴我 你這樣也沒想到其實這是什麼? 上面四支又粗又掘的針 不是刺進肉的 而是用來按壓穴位 至於下面那幾支 就真的用來針穴位 而那把小刀 據說就是用來刮走皮膚上壞死的組織 是嗎? 詩詩同學, 針灸月位要做到絲毫不差 就要很靠師父累積多年的經驗 而我們認識的針灸 通常都是用一些不鏽鋼 即用即器的一些幼針 而大家現在看到這個 就是仿生石器時代的骨針 就是用一些動物的骨頭來做成的 Mr. Wu, 生石器時代 就是距離現在一萬年了 對, 據說以前的人每天都要去狩獵 令筋骨勞損 痛就會用手去打骨 後來就會用石頭增加力度 很巧合地找到尖石按壓穴位 覺得效果挺好 但是由於尖石較難找 所以就開始用一些更幼細的骨針了 而隨著時代的轉變 物料就由青銅改成為鐵 甚至改良到今日的不鏽鋼 這個滴滴色色用銅製成的杯子有甚麼作用 難道用來喝中藥嗎 其實這個杯子也挺像一個小花瓶 胡仔, 考考你了, 你猜是甚麼 這個我知道, 它不是花瓶, 又不是茶杯 而是唐代的青銅鐵糊, 簡稱譚冠 你這麼不衛生 很不衛生的想法剛剛相反 因為鐵糊正正展示到 古人的衛生意識非常高 因為在這麼多年前 他們已經知道譚是傳播病毒的媒介 於是就用譚冠收集處理 防止細菌傳播 而這種想法比很多西方國家早很多 就知道了 Mr. Wu 是 這個好像葫蘆的剪品也挺特別 你猜是甚麼 這個就是戰國時代的青銅蒸氣 因為通常藥材未經炮製的時候 就會帶有毒性, 也就是所謂的生藥 而蒸氣就是用來蒸煮生藥 原理就是把水放在下層 用火加熱, 令到蒸氣上升 焗熟放在上層的藥材 反覆地做就可以減低毒性 增加藥性 其實用生藥也挺危險的 有些生藥可以治療人 但有些生藥有毒性 像我們這樣不懂得分, 就很危險 詩詩同學, 真的好學 其實是有得分的 你跟我來, 我告訴你 Maisy, 這裡就是中藥標本中心 就是設在博物館的角樓 就能知道如何鑑別中藥的種類和運用 沒錯, 我看到有大紅和小鹿 沒錯, 由於紅和鹿的身體 某些部分可以入藥 我們現在採用的是人工治療 而野生的已經禁止捕獵 而為了展示給市民知道他們的藥用價值 博物館特地向漁農署申請批文 擺放這些受保護的動物標本展品 除了展出動物標本之外 中心這裡還展出各類香港常見的中藥 各種珍貴的動物藥材 甚至有一些在市面上已經買不到 就算是藥材, 這裡真的每一樣都是藥材 是 那…他呢? 難道連壽星功都可以做藥材? 真的聽都沒聽過 到底為什麼在博物館裡 會有壽星功呢? Macy, 你不用怕 這個壽星功是用人心造成的 無論壽星功像本身還是他的拐杖 都是由二千三百七十四支 生曬芯和紅芯砌成的 加上芯鬚和芯皮造的裝飾 整個人這麼高, 真是栩栩如生 是由一位私人收藏家送贈給博物館的 藥材真是五花百門 很多藥材的樣子差不多 名字也很相似, 真是很容易混淆 就像他們這樣 一個叫三七, 一個叫村三七 名字差一個字, 但藥材差很遠 有時不法之徒會利用不同的物料 減好一些比較珍貴的藥材 就像牛王一樣 另外還有一些東松下草 其實是用麵粉壓制而成的 所以大家賣藥的時候要小心 像鬼購和威靈仙一樣 由於它的外形和色一樣 曾經有人把鬼購變成威靈仙 而吃了之後就中毒了 其實除了參考這裡的展品之外 政府已經在網頁上載了 三十一種有毒性的藥材名稱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當然大家也可以多看一些中藥的書籍 增進一下自己的知識 那就對了 既然你說要多看一些書籍 增進一下中藥的知識 那這個圖書館就適合你了 這裡的地方雖然不太大 但是這裡的中藥書也很齊全 這裡的中醫藥藏書有超過二萬八千本 期刊有三百八十三本 而且還有三千三百多種的當媒體資料 另外這裡還有一套四百多卷的 中國本草傳書 收集了二千多年來中國醫學的古籍 而且他們還有001號的藏書證 就是說他們是第一號的福印本 誰知道這裡有DVD綱碟 和英文中藥電子書和電子期刊 雖然這裡是不對外開放 但是大家只要按進這個全港首創 為全球讀者免費開放的 藥用植物圖像數據庫 就可以飽覽到很多中醫學的資料 而且還有中英雙語對峙 這裡既有博物館, 又有圖書館 各方面的中醫藥知識都可以知道 誰知道這裡還可以保證我們 食藥的安全 他們不是監視著我們是嗎? 是, 就是監視了 不過就是監視著中藥 因為這裡有一個中藥的檢定中心 幫中成藥進行品質的檢測 確定他們的成分和安全性 雖然我身邊有你, Mr. Wu 但今天我還找到一個高人 你好, 你好 身邊的就是中藥檢定中心的 Dr. Leung, 我想問一下 其實這個中藥檢定中心有什麼服務? 我們中心有五大服務的範圍 而每個範疇都是由我們學院的教授 去專責處理的 我們的服務範圍包括生藥學的鑑定 化學的分析, 藥理讀理學的研究 制製的改進和安全性的檢定 教授, 我們想知道中藥的質素 就是要進行測試 過程是怎樣的? 通常我們會將藥材磨粉 抹粉之後的藥材 我們會用溶劑進行提取 提取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行一些儀器分析 我們就用這些儀器來進行中藥測試 由於這些儀器比較精密 我們每一部儀器的價值都超過300萬 我們將藥品準備好之後放入儀器 將有關的數據輸入電腦之後 我們按一個按鈕就可以有結果出來 在裡面走完一圈之後 真是認識到很多有用的醫學知識 所以說開館有益, 真是人人要識 注意 下一集開館有益將會到警察博物館 介紹橫跨過百年的警隊奇趣裝備 破奇案, 兼考你眼光 更加會深入監獄探險 告訴你如何打藤和進行交易 千萬不要錯過了 我刷了牙 喂… 拜…拜…拜…